大家好 我是台北基督学院的校目 陶恩光牧师 今天我们会一起来攻读 以福所书第四章到第六章 保罗在他所写的书信当中 除了针对受信者的教会 或个人的状况 给予福音真理上的教导 免得被当时的异端邪说 或是过去的风俗习惯 让信仰的内容变调 他也一定在书信的下半部 提出与生活相对应的教导与提醒 为的是让信徒在教会和社会当中 为爱我们的上帝做见证 并让耶稣有形有体的 住在个人及教会当中 以福所书的前面三章 论到基督徒的蒙昭 成为神家中的儿女 不分种族出生 都是神教会的成员 保罗接下来从第四章开始 规劝信徒既然蒙昭 行事为人就当与蒙昭的恩相称 要求我们有敬虔的品格 以七个合一及属灵的恩赐 建立基督的身体 也就是教会 使我们得以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脱去从前行为上的旧人 穿上新人 是照着神的形象 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每个人行事为人 就当像光明的子女 光明所结的果子 就是一切良善 公义 诚实 又当纯敬畏基督的心 彼此顺服 在婚姻家庭及工作上 有美好的见证 最后保罗提醒信徒们 在魔鬼面前 必须做刚强的人 要穿戴全副的军装 与天公属灵器的恶魔征战 得以胜过恶者的攻击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 攻读《以福所书》 第四章到第六章 以福所书第四章 我为主被求得劝你们 既然蒙照 行事为人 就当与蒙照的恩相称 凡是谦虚 温柔 忍耐 用爱心互相宽容 用和平彼此联络 竭力保守圣灵所赐 和而为一的心 身体只有一个 圣灵只有一个 正如你们蒙照 同有一个指望 一主 一主 一信 一喜 一神 就是众人的父 超乎众人之上 惯乎众人之中 也住在众人之内 我们个人蒙恩 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 所以经上说 他升上高天的时候 掳掠了仇敌 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 既说升上 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 那降下的 就是远生诸天之上 要充满万有的 他所赐的 有使徒 有先知 有传福音的 有牧师和教师 为要成全圣徒 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只等到我们众人 在真道上同归于一 认识神的儿子 得以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 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 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 飘来飘去 就随从各样的异端 唯用爱心说诚实话 凡是长进 连于元首基督 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 拜节各按各职 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 便叫身体渐渐增长 在爱中建立自己 所以我说 且在主里确实地说 你们行事 不要再向外邦人 存虚妄的心行事 他们心地昏昧 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 都因自己无知 心里刚硬 良心既然丧尽 就放纵私欲 贪行种种的污秽 你们学了基督 却不是这样 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 领了他的教 学了他的真理 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 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 渐渐变坏的 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 并且穿上新人 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 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所以你们要弃绝谎言 个人与邻舍说实话 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 生气却不要犯罪 不可含怒到日落 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 从前偷窃的 不要再偷 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 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 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 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 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 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 等候得熟的日子来到 一切苦毒 恼恨 愤怒 攘闹 毁谤 并一切的恶毒 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 并要以恩慈相待 存怜悯的心 彼此饶恨 正如神在基督里 饶恕了你们一样 第五章 所以你们该效法神 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 也要凭爱心行事 正如基督爱我们 为我们舍了自己 当作新香的供物和祭物 献与神 至于淫乱并一切污秽或是贪婪 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 方合圣徒的体统 因此妄语和细笑的话都不相宜 总要说感谢的话 因为你们确实地知道 无论是淫乱的 是污秽的 是有贪心的 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分的 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 不要被人虚伏的话气候 因这些事 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 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 从前你们是暗昧的 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 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 光明所结的果子 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 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 那暗昧无意的事 不要与人同行 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 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 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 凡事受了责备 就被光显明出来 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 所以主说 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 从死里复活 基督就要光照你了 你们要谨慎行事 不要像愚昧人 当像智慧人 要爱惜光阴 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不要做糊涂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 不要醉酒 酒能使人放荡 乃要被圣灵充满 当用诗章 宋词、灵歌 彼此对说 口唱心和的赞美主 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 基督的名 常常感谢父神 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 彼此顺服 你们做妻子的 当顺服自己的丈夫 如同顺服主 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 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 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 教会怎样顺服基督 妻子也要怎样 凡事顺服丈夫 你们做丈夫的 要爱你们的妻子 正如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要用水借着道 把教会洗净 成为圣洁 可以献给自己 做个荣耀的教会 毫无玷污 皱纹等类的病 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 如同爱自己的身子 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 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 总是保养顾习 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 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 为这个缘故 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这是极大的奥秘 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 然而 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 如同爱自己一样 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 第六章 你们做儿女的 要在主里听从父母 这是理所当然的 要孝敬父母 使你得福 在世长寿 这是第一条 带应许的诫命 你们做父亲的 不要惹儿女的气 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 养育他们 你们做仆人的 要惧怕战精 用诚实的心 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 好像听从基督一般 不要只在眼前侍奉 像是讨人喜欢的 要向基督的仆人 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 甘心侍奉 好向服侍主 不向服侍人 因为晓得个人 所行的善事 不论是为奴的 是自主的 都必按所行的 得主的赏赐 你们做主人的 带仆人也是义力 不要威吓他们 因为知道 他们和你们 同有一位主在天上 他并不偏待人 我还有末了的话 你们要靠着主 依赖他的大能大力 做刚强的人 要穿戴神所赐的 全副军装 就能抵挡魔鬼的轨迹 因我们并不是 与属血气的征战 乃是与那些执政的 掌权的 管辖这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属灵器的 恶魔征战 所以要拿起 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好在磨难的日子 抵挡仇敌 并且成就了一切 还能站立得住 所以要站稳了 用真理当作带子竖腰 用公义当作护心境遮胸 又用平安的福音 当作预备走路的鞋 穿在脚上 此外 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 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 并戴上救恩的头盔 拿着圣灵的宝剑 就是神的道 靠着圣灵 随时多方祷告祈求 并要在此警醒不倦 为众圣徒祈求 也为我祈求 使我得着口才 能以放胆开口 讲明福音的奥秘 我为这福音的奥秘 做了带锁链的使者 并使我照着当今的本分 放胆讲论 今有所亲爱 忠心侍奉主的兄弟推击骨 他要把我的事情 并我的景况如何 全告诉你们 叫你们知道 我特意打发他 到你们那里去 好叫你们知道 我们的光景 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 愿平安 仁爱 信心 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 归于弟兄们 并愿所有诚心 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 都蒙恩惠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